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幸运星 我是股市幸运星 华冠头顾总顾问林姓荣 林老师 今天的大盘真的好强 为什么那么强呢 因为老师之前也说过 说过什么 这个台股它是走一个 长线大多头的行情 它是还涨急跌 又还涨又急跌 是不是这样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我说过 要跟趋势当永远的情人 而这个盘超好玩 因为昨天晚上美股是大涨白点 那么后来呢 这个韩国那边 今天韩国的开盘没多久 是下跌的 可是这里 台湾这个盘真的很有趣 大家有没有看到 很多手都伸进去 其实本来是要整理的 可是他嗯是不让他整理 背离就给他背离 我们来看他怎么玩的 可以看得到这里 反映亚洲股市往下拉 拉下来之后呢 沿路就这样一直拉上来 然后整理一下 然后再拉上去 再整理一下 再拉上去 整理一下 这叫以盘待整 然后在这儿想办法弄出量来 左手换右手 右手换左手 左手又换右手 想办法把量能给提高 所以亲爱全国投资朋友 量有没有提高呢 我跟大家报告 所以我说的这个盘真的是高手盘 来后来他量能的确扎扎实实的提高了 把这个危机整个解除 你看这个量能来到710亿 早上预估量只有500 只有500 如果500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但是他就是用这个方法 慢慢推 用这种叫 人海战术 用人海战术 我们讲看不见的手 来个霸王硬上弓 就这么一下 就把它弓上 8500点之上 收在8535点 好 那么大盘我告诉你 基本上这个盘从头到尾 老师都跟大家说过 包括老师的大盘推背图 拿到的 你演讲会 我们讲8月14号15号演讲会 我是不是就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未来在2014年台股会来势汹汹 大家我们越来越有那个feel 那我也说过 我们很多持股 获利了结现金塞金库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获利了结的持股 我说过有买有卖真获利 我们卖掉之后 今天大盘是涨的 它继续跌 它继续跌 我们在这一天 获利了结现金塞金库 那个时候15块上下 你再怎么卖 你也会卖在14块半左右 好 就算再怎么卖 今天开盘还有14.35 为什么老师说 老师是有买有卖真获利 因为你资金只有一套 你涨上去之后没有卖 你又让它吃回来不是很可惜吗 那这一档华语 电竞一哥 我也跟大家报告过 这是华语的基本面 这我们讲 做股票 要怎么样你知道 买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要有第一手资讯 第一手正确的讯息 而不是第一手错误的讯息 这档股票我也跟大家报告过很多 很多天 我也跟大家从大概这个 我记得是上礼拜四开始 我就跟大家说 这个人 黄伯宏董事长 大家都说他是黑道 黑道 不是长得像黑道就是黑道好不好 他就不是啊 那么呢 所以这一档股票 大家就会怕 然后再加上 大家记得那个时候 国际的比特币 比特币刚好 最低点就出现在12月18号 注息不息 这个电竞一哥 他是台湾第一个把 电子游戏竞赛带入台湾的人 而且去年他们也是拿冠军的 OK 他呢因为 智者永远是孤独的 他也在差不多那个时间 他宣布12月18号那天 他 他怎么样 其实是19号宣布了 19号你们报纸看到了 你们看到了 12月19号 他说要怎么样 要接受比特币 在他们的游戏世界 还有在他们的WMALL 就是他们的电子商务市场里面 你拿比特币来 我接受 就这么一接受下去 所有的人都不能接受 为什么不能接受呢 因为大家不了解 在虚拟世界 那一个世界里 他们钱怎么赚的 所以呢 在媒体一片踏伐声 也是在比特币最低价的 那一个时候 我告诉你 隔一天 直接杀到 跌停是10.75 他杀到10.9 几乎跌停 几乎跌停 然后那天是爆量的 好 那么拉到涨停 经过老师伸张正义 告诉大家 我得到的第一手讯息是 比特币他真的没有泡沫化 而且比特币 我也跟你讲那里是低点 后来你们发现他又涨上去了 刚好低点就出现在 那一天 然后呢 头也不回的 头也不回的 我们看他怎么涨 礼拜三是不是涨停 礼拜四是不是晃荡涨停 礼拜五是不是涨停 礼拜六 礼拜一 因为礼拜六没有开盘 这礼拜一是不是也是涨停 这礼拜二我是不是说 获利了结现金塞金库 今天礼拜五 如果你没有 跟着我们一起下车 那你的钱怎么办 如何跟老师去重压 这就是电竞一哥的故事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老师在带股票 手重底部重压 这股票 多久没涨 跟大家报告 四年没涨 那大家记得吗 这超好玩 在这时候 那个时候很多人叫我 电子女王 甚至游戏女王 因为在2009年 2010年出的时候 华裔 电竞一哥华裔 出了一款游戏 叫做 师傅我带你去取经 叫做七天大圣这款游戏 我相信大家还记得 那个时候就是有几个女生 扮演孙悟空 身材之辣的 衣服穿的之勺的 然后呢 带着这个唐僧 看起来就文周周的 像个宅男一样 然后要带他去西天取经 那么后来NCC说 哎呦你们这家公司 真的不戴不起了 所以就取缔了 取缔了这个黄伯红 那时候也一生踏伐 这么一个踏伐下 我跟大家报告 这档股票就从10块 踏伐到40块 然后到40块的时候 人人说好 他又从40块掉到10块 好不好笑 那也安那 那我就跟你讲了 大家说好不见得是好 大家说坏也不见得是坏 重点是 你要知道他里面的财报 你要知道他未来 有没有接到订单 你要知道他未来 有没有发展潜力 这就是所谓的 第一手消息 这就是买在 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而老师是不是 带着全体幸运性家族 好好去focus这一档 快很准的标股 那么才短短几天 创造了 我跟大家报告 从10块9 我们礼拜三的涨停不算 我们从这天开始算 礼拜三涨停 我们就不要算 从这一天 我跟大家公开的这一天 开始算哦 人人买得到 人人不用卖 我叫你卖你再卖 都还来得及 我下车你就跟着下 一样大赚啊 好 从这一天10块9 涨到15块 我告诉你 短短 1 2 3 三个营业日 第四个营业日 四个营业日 涨了三根涨停 在家 接近涨停 那么总共 获利 看清楚 37% 四个营业日 那你说你怎么会住不起地宝呢 张胜和说叫我们不要住地宝 不要看地宝 连看都不能看 我偏要看 我偏要看 那这种东西 未来都还会有 因为一切才刚开始 老师也说过 说过什么 老师说过 这个盘啊 下礼拜还会有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好东西 要跟好朋友分享 像这样的股票 我在带 也不是第一支的 9月份的长天 10月份的 惊奇二人组 安控 大家记得吗 精锐 奇幼 我也跟大家说 那一段时间 年底 包括到现在为止 小偷都还很多 我也跟大家说 那时候老师要装监视器 我等了一两个月 还等不到 那个档来还一直跟我说 抱歉 我只不过调个镜头 你让我等一整个月 一直给我慌牛 因为我也忙 他也忙 偷偷告诉你 已经调好了 老师家里也有八个 八个监视系统 那没有办法 因为其实治安也不是很好 那老师家里有很多秘密 不能让人家知道的 是好秘密不是坏秘密 那那个 当然需要安控系统 所以我也从很多 陈峰那边得到很多消息 他们才报 所以三四五四的精锐 是不是从老师 10月8号开始公开给大家 没错就是10月8号 这时候马王在政争 我们在干嘛 赚钱 我说过啊 你不要理政治嘛 政治关你什么事 你又不是总统 你又不是立法 你又不是立法委员 我只会赚钱 从这儿 我一四五给你标到二一二 对不对 这是不是 这是不是所谓的 这个叫做三四五四的精锐 其有也一样啊 一六零标到二零四点五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回做了很多次 那11月份是谁 11月7号 来拿到资料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11月7号 shopping mall 140 商店街140 隔一天再让你买134的 随便你买 然后呢 这是不是叫90度的 天天飙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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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第十支 我说够了够了 后来还继续再多飙了两支给你 这是不是商店街 是不是一飙冲天 对不对 到现在 它还在 还在 飙不停啊 今天还强势耶 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 我发现老师卖掉的股票 有时候还会更强耶 对不对 那我也说过 我吃鱼吃鱼肚嘛 吃鱼头嘛 那幸福留点缺口 有何不可 像这档华译 大家最看不好的时候 比特币的时候 就是最低价455 后来隔两三天 已经涨到750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说 你掌握第一手资讯 是非常重要 千万不可以 人云亦云 那我也很高兴 我们的会员朋友 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满手现金对不对 我今天有没有带 亲爱的群体幸运性家族 去天天天乐凡天 这一档乐凡天 有没有现买给他 现赚呢 那么 包括我们昨天卖掉的 太古 前天卖掉的太古 我说过我会有买有卖 真获利 这档太古 卖掉对不对 好 那么 大家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卖在高点 后来尾盘有没有杀下来 老师今天大盘涨那么多 为什么你卖掉的股票就跌下来 那你买的股票天天天乐翻天就飙翻天呢 这就是主流在意味 这就是你有没有底部中压 你有没有第一手讯息 如果你有第一手讯息 结果你没有中压 不白搭吗 我给你商店间也没用啊 你给我买一张 要就给我中压 对不对 住地保也不是梦 所以因为昨天我们推的底部中压 企划案呢 已经额满 我们当天就额满 那今天包括老师刚刚做捷运的时候 也有人在问 那我们是一般资金 不是大资金的 可不可以 请老师开放给我们底部中压 我告诉你可以 但是我要考验一下大家的诚意 因为昨天30名马上额满 我们今天再开30名 但是必须做一个小小测验 电竞一哥是谁 电竞一哥是谁 拆一档标股名称 他是电竞一哥 他是比特币之王 短短5个营业日 上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这个礼拜一 礼拜二 三四五 礼拜一 然后通通都是涨停 对不对 连续四根涨停 礼拜二再创新高 来到15块的那一档标股 短短5个营业日 标了37.6%的那一档标股 我们已经获利了结的那一档标股 2009年齐天大圣级的标股 师傅我带你去取经的 齐天大圣游戏的标股 10块标到40块的标股 那档标股是谁 如果您猜对的话 我开放 开放一般资金的投资朋友 可以跟我们进来标股重压 并且给你一档标股重压 大资金会员朋友的标股 好不好 跟着一起 天天天乐班天 好 那我们广告 等一下广告会告诉您内容 那么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聊聊 还有什么股票 今天怎么会这么的强呢 好不好 谢谢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幸运之心在华冠 荣华富贵跟着来 华冠投顾林总不问 扎实的分析能力 精准的解团技巧 快很准的操作手法 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 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 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 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 速播幸福热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幸运之心在华冠 荣华富贵跟着来 华冠投顾林总不问 扎实的分析能力 精准的解团技巧 快很准的操作手法 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 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 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 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 速播幸福热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记听 请用吹记听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够好 海洋独新part 2 2625-8880 笔合一宅更超值哦 下礼拜会有买点对不对 那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打电话进来 先猜对 谁是电竞一哥 谁是比特币之王 谁在短短的五个交易日内 涨了37.6% 就老师礼拜二获利了结的那一档 谁是在2009年齐天大圣的标股 10块钱标到40块的那一档 如果你猜对的话 您是一般资金 你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 底部重压 并且老师会给你 送给你一档 我们大资金会员朋友的 底部重压标股 这样OK 好 那么还有第二件重要的事 老师必须跟大家报告 从1月份开始 元月份开始 幸运星老师的节目会有所异动 中华财经台原本是早上6点 那么我们改成早上7点到7点半 那么运通财经台7点半到8点 全球财经台8点半到9点 邀请全国投资朋友 跟着我们一起来重压 那么股市幸运星呢 锁定整个早上的节目 也就是说您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看完老师节目之后呢 直接进股市去 去干嘛 去赚涨停啊 对不对 好 去天天天 乐翻天 记住哦 节目中华财经台 元月份开始 早上7点到7点半 运通财经台7点半到8点 那如果7点半 7点的这场没赶到 你可以赶8点 7点半的 7点半的你没赶到 请你赶8点半的 这样好不好 好 然后就等开盘 这是老师为大家安排 元月份的节目 好 那我们拉回来 但我们发现今天 今天盘面上强的股票 是老师跟你讲过的 太阳能LED 白红继续涨上去对不对 对呀 好 今天白红也继续涨 那我们不要去数这个 我们去想这一个 太阳能的硕核 我也说过 代进代出对不对 那这一档硕核 他今天为什么还是那么强 其实我常说老师的Fans很多 很多Fans其实不是一般人 当然不是阿飘 是所谓的阿兜阿 外国人跟所谓的奔土法人 何以见得 我们来看这一档硕核 大家还记得老师硕核 从13号演讲会开始 跟大家分享 并且呢 赠送给全国投资朋友 那14号那天是不是拉 14 15号我们演讲会嘛 那16号我们拉给大家 有 363 拉给大家 让大家好好的去买 当然你知道吗 我们资料送 我们资料做好那天 是不是13号 我们可以看 我正收资料 13号对不对 好 那你知道13号那一天 我就说其实 可能我们演讲会搞到当机 可能也是外师法人在看 因为你知道那一天 那一天你知道吗 光是蓝眼睛 金头发的 都已经要去过 那Christmas 他还花那么多钱 他花了1.4亿 买咱们家的这一档 咱们家信心老师出的 这个叫硕核 外资就花了1.4亿 本土法人呢 花3700万去买 好 那么第二天呢 继续买 然后呢 第三天呢 我告诉你 怎么样 已经涨停哦 他还买 买什么 外资再加码2000万 然后这个时候 本土法人就开始 醒过来了 哇信心老师讲的股票 怎么那么强 又靠 1.3亿 所以生成这样 所以你知道 第一手讯息 有多重要 所以来参加老师演讲会 我真的替大家高兴 我真好高兴 大家赚到钱 13号 你拿到第一手资料 你买360的 后面的外国人 跟本土法人 那些有钱人 还要站在你后面 还要跟着你走 对不对 好 涨到388了 这样就没有了吗 我告诉你 18号 本土法人 再加码2亿 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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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 涨停 对不对 我跟大家报告 本土法人再买4500万 跟在老师后面 拼命买 一直买 一直到这一天 我们说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 一张赚6万6 对不对 后来还要不要继续涨 还有啊 因为他本钱很高啊 那老师说过老师 吃鱼吃鱼肚就好 就给他涨啊 那今天老师 做捷运的时候 也有新的投资朋友在问 老师 他要去到500块了 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 你已经报到一档标股了 你知不知道 而这档标股是怎么来的 其实 如果你是做坡段的话 你已经买在363了 你就不用问我 他会长到哪去了 因为早已立于不败之地 你要一整条鱼 从鱼头吃到鱼尾也行 因为你是安全的嘛 那你喜欢吃完这条 再吃那一条 有的人就喜欢 只吃同一种鱼 鲑鱼就吃吃鲑鱼 然后鲨鱼就只吃鲨鱼 那信不信老师 带你在谷海里吃任何鱼 只要它新鲜 它美味 我们就吃快很准 像华谊这种电竞一哥 三天四天就给你标37% 也很赞啊 那你报这个慢慢来 我也觉得很好啊 那今天我们让大家失望 它继续再涨 涨到435.5 再创新高 听清楚 一张赚72500块 扎扎实实的赚72500块 十张72万5000块 好不好赚 好赚 那地保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啊 我常说你一定要先设定目标 一定要立志 你要有志向啊 我今天非住地保不可 我就是要住地保 我告诉你至少有豪宅住 你说我就是一定要买豪宅 你至少还有个大楼 电梯大楼可住 我一定要住电梯大楼 你至少还有个公寓住 你说老师我这辈子大概就是 所买到人 我买成了成了 我就是散一世人 我跟你说你真的散一世人 这叫宇宙的正面能量 你要什么大方讲出来 你要掌停告诉我 不用担心 咱们一起来 第一手资讯 底部重压 焉能不大富大贵 这档大家记得吗 我还特别花很多时间教他 教大家导电浆 我也说他是铝粉跟银粉 混在一起某一个特殊的比例 然后呢 把它涂在这个所谓的 太阳能电池上 就印到太阳能电池上 然后呢 太阳能电池可以放在户外 25年 没厚没炒没嗨 我是不是这样说 是啊 那我也说过 他的全球市占率25% 那我说他的老板是谁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是这个啦 好像这个比较帅 好 其实是这一个 那这个也不错啊 这个太极的 谢明凯啊 我也说他们两个本来就是垂直关系 他做他的生意的 你了解吗 所以你不然这两党很会长 对不对 那我也都公开给大家 我完全没有保留的公开给大家 那我也特别讲到 陈继人的故事 我也跟大家说过 读哪个大学 清大 清华大学 我们讲的材料研究系的博士 清大能读到 学士我就觉得已经是神格级的 我有很多同学 好几个 嫁给清大电机系的硕士 你知道吗 上次聚会 他给我拿的是LV包包 这么小一个120万的 他没有上班 就他老公赚 就他老公赚 我也是拿 不是LV sorry 是Chanel 老师那时候因为聚会嘛 总是要拿好一点的 交际应酬 我也是拿Chanel 我当场被干掉 很不舒服 Anyway你就可以发现说 清大电机系 或清大材料系 清大理工科 他有多强 当初他本来开国硕 后来国硕做的是CD 那个我们讲光碟片 后来因为随身碟出来之后 光碟片就示弱了 其实那时候来得 一支还200多块 那明过80几年 后来那个国硕有赚到钱 对不对 然后他就转型 因为随身碟卖得太好了 所以他们那个 那个他们那个光碟 就没有办法嘛 DVD就没有办法卖 后来他们就转去 转去做什么 做面膜 面膜做得很好 可是他们没有广告费用 因为他花太多广告费用 跟这个成绩人的个性不符 所以他们开始 民国八十几年 他就focus太阳能 他找最难做的 为什么要找最难做的 因为他们太聪明了 因为只有最难做 才没人跟他抢 所以他们都选择了 这个倒电将 现在目前全球市占率 全球第二 这也就是造就为什么 老师介绍给全国 投资朋友的标股 这么的标 而且不是只有标一根 标两根 我给你标到七分八数啊 这才是重点 所以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 下礼拜 还有最后的机会 请你务必跟上 你们重压的好机会 那猜谜 电竞一哥是谁呢 猜对的话 来 送你一档 然后让你加入 我们的行列 那么 圆圆分的节目会有异动 请大家多留意 祝大家操作顺利哦 谢谢 没有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缺水很辛苦 省水有贝宝 带 省水器材轻松省 check 茶楼一滴也不浪费 do 水回收利用 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费不知珍惜 老天爷给再多也不够用 你今天爱水了吗 幸运之心在华冠 永华富贵跟着来 华冠投顾林总不问 扎实的分析能力 精准的解团技巧 快很准的操作手法 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 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 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 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 速播幸福热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幸运之心在华冠 永华富贵跟着来 华冠投顾林总不问 扎实的分析能力 精准的解团技巧 快很准的操作手法 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 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 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 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 速播幸福热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黄犬病全球普遍存在 提高警觉和有效预防 被动物咬伤 请立即冲洗伤口及就医 经医师评估 需要打疫苗的人一定打得到 咨询请播1922 大户主力在哪里 主力筹码分析软体 法拉利赢家 能清楚掌握大户主力筹码 让您用最简单的方法 跟着主力进出股市 轻松赚钱 赶快上网查询 近日主力动向 我是陈彦博 每次极地冒险 安全是我的坚持 我喜欢冒险 但绝不冒险酒后驾车 只要喝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